歡迎收看大致先機 我是維國慶 你今天期貨做得怎麼樣啊 各位 不要說期貨 你今天股票也做得怎麼樣啊 今天我相信很多的人 你開盤以後 股票你也去搶 期貨你也去做多 但是後面之後的盤是一路往下殺 很多人你今天進去搶短線 都被掏住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今天很多的人 你會跑進去做多呢 因為今天報紙一打開來 什麼中東主權基金 什麼看好台灣OTC 我跟各位講 每一次每一次 當股市大漲一段之後 只要報紙上出這種 莫名其妙的這種所謂的利多 中東主權基金看好OTC 拜託OTC漲多少了你知道嗎 現在才看好啊 是要出貨嗎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對 各位 所以今天很多的人 你期貨也好你股票也好對不對 今天進去現做多現套勞 但是問題是各位 因為時間關係我把期貨先講一下 我們再講股票 那各位那我請問你 那期貨來講的話 今天盤對不對 開盤以後是往下殺是沒錯 但是突然之間急拉 急拉而且一拉拉到皮盤附近去了 那我請問你啊 今天對不對 當你期貨你看到這種走勢的時候 不要說你去追多啦各位 你一定對不對 會想說哎呀等它拉回來以後啊 我在什麼地方去做個多好了 你看到這種走勢各位 你的現在會偏多 然後你想說等它回來以後對不對 看什麼地方大概四個 不會再跌的話想開始做多了 好問題就來了 那之後呢 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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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差不多差不多了 問題是今天如果盤中 你任何地方你跑去做多的話 這邊呢 這邊呢 很多地方呢 這裡呢 差不多好像不跌了 該上去了吧 你再去做多 各位 問題是今天這盤 為什麼一路殺到最低點去做收 各位今天是三月起始的第一天吧 問題是今天 你一做三月起始 你不要第一天做多就現賠呢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今天 大盤也 起貨對不對 大盤也好 起貨也好 很多個股也好 而且很多個股還是開高走低喔 但是為什麼今天這盤會搞成 為什麼殺到最低點去做收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如果今天起貨 你盤中你跑去做多的話 各位你今天現賠 你今天你現賠 但是問題今天這盤 這問題是各位 今天這個盤 不管開盤也好 不管盤中 急速反彈也好 甚至盤中對不對 哎呀晃來晃去晃來晃去 任何地方你看不看得出來 這邊都不能做多喔 每個地方後面都有低點喔 各位你看這種盤中走私 你知道這個地方後面還有低點嗎 很多人都壓壓頭 不過你會問我說 喂老師喔哎呦對不對 不要放馬後炮喔 難道盤中在這種地方 這邊看起來對不對 怎麼看都好像會往上做反彈嗎 難道在這種地方 你也知道這個盤後面會嚇殺喔 不要收了盤那邊放馬後炮呢 不要跟別人一樣 只會收了盤放馬後炮耶 各位好 各位今天這個盤喔 維惑星我在做什麼動作 我知不知道這盤會跌 給你看兩樣東西 眼睛你看的你都知道這盤要跌 這麼簡單 什麼東西來你看嘛 每天我就跟你講這兩樣東西而已 各位 強勢短破爺 昨天2月份結算 打不就不用拉近了不用拉近 我叫你拉近再拉近各位 昨天2月份結算了 各位那今天是3月起止對不對 近月份的第一天 第一天 各位我們先不要看箭頭 導播我們現在看下面就好 各位 到昨天結算為止對不對 昨天的盤 還是一路再往上拉嘛 為什麼會昨天會一路往上拉 因為回過去對不對 這個獨一無二的大戶指標 到昨天為止啊 撤出來到昨天為止 2月結算 到昨天禮拜三對不對 大戶還在做多嘛 但是我請問你各位這是今天 這是今天耶 你看到了吧 你看懂了沒有 哎唷 為什麼今天盤 為什麼一路下殺 好 謝謝各位 為什麼今天盤一路下殺 原因就在於從開盤之後 對不對 你看到了什麼東西 今天一整天你看到了什麼東西 哎唷 大戶對不對 完全一反昨天做多的那種方式 今天就開始反手做空 不單做空 而且各位看到 做空的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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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路增加上去的 大家一路做空 拼拼在那邊做空 哪怕你盤中 找不到來 各位 哪怕你盤中對不對 有反彈喔 有反彈喔 我請問你 你看到了什麼東西 各位對不對 這邊盤中彈了很久耶 都不下來耶 你以為這邊要上去嗎 但是我就一直在講 各位喔 做期貨對不對 你真的要知道 是檯面下發生什麼事情 而不是檯面上 這個指數到這個地方 到底跌完了沒有 到底這邊對不對 是不是要上去了 你看這種東西 有什麼用我問你 但是問題是對不對 在任何的狀況之下 就算這個地方 指數開始一點一點 開始往上彈喔 但是問題檯面下 大貨在做什麼 還在做空 就是在做空了 那各位 那我一再跟你講 各位喔 發生這種狀況對不對 後面一定有低點 所以啊 後面就一路上給你看 上去一點去做收 而且各位又來了 今天一開盤對不對 3月起止 8534箭頭就翻空了 強勢短波 8534箭頭翻空 不但翻空 各位 我9點6分耶 各位就發出去了 強勢短波啊 8534在翻空了 9點6分耶 之後那個盤 懂 就反彈一次啊 更好啊 那船家不是更好嗎 對這樣之後對不對 哇啪啪啪啪啪就一路殺 一路殺 對大貨就一路 對 做空的力道是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越來越強 就一路殺給你看 各位 今天我就放這一筆空單 多爽 多爽啊 問題是你呢 你今天盤中 你去追多嗎 你去追多嗎 你去接多單嗎 接到這個地方你手軟了嗎 各位 一個8534 加上大貨做空 箭頭翻空 大貨做空 兩者同向 殺給你看 就這樣子 各位今天3月7日 第一天又旗開得勝 各位這樣做起貨不是很輕鬆嗎 對吧 你看 所以我剛講 我剛不是問你嗎 我想說盤中這種地方 你知道這個盤該做空嗎 各位剛才我不是問你這個東西嗎 你想要這裡該做空 你剛問我說老師 你不要放馬後炮 各位對不對 所以我給你看了 我幹嘛給你放馬後炮 我從開盤就在做空 但是我看的是這個東西 多爽 問題是各位 問題是你呢 你今天也好 你過去以來也好 好各位 我說各位對不對 各位指標好 不要只看一天 你說今天對不對 哇這樣子 好厲害 問題是只厲害一天嗎 各位做起貨是長長久久 好我們把時間拉長吧 對不對 各位我已經拉得很長了 兩個禮拜了 任何一筆對不對 為什麼這邊指數會 會一漲漲到100點上去 因為箭頭翻多 代表說轉折翻多 重點對不對 轉折翻多以後 大戶後面有沒有做多 有 有做多展給你看 一下就差不多100點 箭頭翻空以後 大戶做空對不對 馬上給你做拉回 好一樣嘛 之後咧 這就是到快禮拜一了 箭頭翻多以後對不對 大戶做多嘛 再衝給你看嘛 那各位這就是到前天嗎 然後這是到昨天結算的位置 在這裡 今天各位 今天一開盤 8530 各位到這邊 這個都是2月份的 到昨天為止 今天是3月份的 8530箭頭向下 大戶做空 動就殺給你看 所以各位對不對 我說各位 準啊不要看一天 時間拉長看 你才知道績效好不好 對不對各位 這樣子操作 我請問你有難嗎 箭頭在哪裡 方向在哪裡 對不對 就這樣一比 你這樣做啊 各位今天3月份 又棋開得森 那你呢 你今天做多被嘎到嗎 那你痛啊 唉 我跟各位講 所以我一再講 我說各位 做棋貨有什麼難的 各位你可以去學了 一大堆所謂的技術分析 對 學了你頭暈腦脹 但是微國性各位 我呢對不對各位 我只對不對 第一個 我發展出一種方法來 我把轉折點算出來 用我的箭頭 同時對不對算算大貨 對不對大貨在做哪一邊 那這樣就好 好輕鬆啊 你呢 你做棋貨輕鬆嗎 說說各位 我說一切都在方法 一切都是靠方法而已 你的方法有沒有比別人好 你的方法能不能賺市場的錢 就是這兩個東西而已 不是嗎 你做棋貨 你要跟散貨同一邊 還是跟大貨同一邊 各位 你聽到我這句話 這麼重要一句話 再講給你聽 每一天每一天 每一天每一天 馬上及時算出來對不對 到底大貨在做哪一邊 箭頭跟大貨 兩者有沒有同向 兩者有沒有同向 你做當衝都可以啊 當天把它到尾盤 平常也都無所謂啊 對 要留上對不對 這樣操作OK啊 好啦各位 除了期貨之外 我跟各位講 那另外還有一點 我跟你講今天這個盤 其實有一個重點 各位 今天這盤 震盪震盪殺低 其實出現一個關鍵的位置 關鍵的現象 什麼現象 來各位你自己看 時間我講快一點 導不你再 導不放大到這一塊來 各位 這一波打從過萬年反彈開始 各位過去反彈 這十幾天的時間 各位每一天每一天 收盤的位置 各位這邊我給你寫個1 這一條就畫上去 各位這個叫做 這一波反彈以來 它的上升趨勢線 你看我寫個1 這一條你看得懂 過去這十多天以來 各位每一天每一天 收盤的位置都沒有跌破 這一條1的上升線 唯有今天從開盤開始 對不對 一開始就開在 這一條多空線之下 那各位一直在告訴你 這波的反彈 到今天為止 應該算是已經結束了 而且各位這是為什麼 今天這盤為什麼那麼弱 不但因為今天一開盤對不對 跌破了過去這十多天以來 這條上升線 我寫在這個地方 跌破上升線1嗎 不但如此 甚至盤中各位 盤中還跌破了 過去這四天以來 最近的這一條支撐線 也把它跌破掉 我寫個2的這一個 所以各位你自己看 今天為什麼會一路 沙尾盤下去對不對 因為今天一開盤 就已經跌破了 這十多天的上升趨勢線 這件是一個第一個警訊 這就是第一個警訊 所以這是為什麼對不對 五右線的箭頭 會在一開始的時候 各位我們再回來看看 今天的狀況 你一看你就知道 我把它放 我們重新放大給你看 各位你看懂了嗎 根本今天為什麼一跳 為什麼一開始轉折就出現 一算就知道轉折開始翻空 就在這個地方 你看懂了嗎 一下就跌破上升線了 而且各位盤中為什麼在擊殺 又跌破了對不對 這一條2的這一條支撐線 再跌破所以各位 這種狀況代表短線的空投力道 是有在增強喔 所以各位你要特別小心 你要特別小心一點 如果明天以後 這個指數沒有辦法 趕快再站回到 這個2以上的話 我跟各位講 那往上修正的話 那個速度跟幅度會比較大 你聽得懂嗎 各位我已經把明天的行情 告訴你了 我已經預告給你聽了 各位不單對不對 因為今天一開就已經開 已經跌破了那個上升線 所以指數對不對 已經是往空的方向操作 甚至各位今天很多的股票 尤其很多的強勢股 為什麼也出現開高走低的情況 意思是一樣的 而且各位說到股票啊 那就有意思了 各位啊 其實這一波反常以來 各位對不對 我也在跟你講一個強勢股 什麼股票 叫做茂連對不對 各位茂連啊 各位今天喔 各位本來今天茂連喔 從開盤以後喔 導播來快點來 茂連各位 今天開盤有各位喔 本來上面還在繼續漲 而且幾乎快漲停板 今天它的最高點 離漲停板170塊半 只差1塊錢而已 算是相當的強勢喔 但是後面對不對 哇一落到刀刀刀刀刀刀 刀到將近平盤 然後反彈一下下 然後收盤去了 各位今天很多這一波的強勢股 都走出類似於像茂連這樣子的情況喔 但是問題是各位 剛好對不對 講說茂連啊 今天 我跟各位講 我說過啊 各位一個 各位什麼叫做一個真正專心用心呢 負責的分析師 各位 這幾天茂連是市場上大堆 大家都在 大家都在焦點 在看這一輪股票對不對 對 特斯拉的大的概念股啊 做連接線啊 可是各位喔 當很多人 也許你今天才進場 去追茂連的時候 各位不好意思 今天在9點55分 我跟股票費員花了一通什麼抠訊 會說茂連 各位在167到169 可以先會了結一部分喔 跑個斷 另外留一部分 跟著箭頭操作 各位話說兩頭 為什麼要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一部分的籌碼要先跑一部分 為什麼要先跑一部分 跑個斷 原因很簡單 各位喔 因為茂連說真的 打從上個禮拜三那一天 維歐軍對不對 箭頭不是在127.5 就是這一波對不對 茂連整理了5個月 哇 真的 對不對 5個月之後 在上個禮拜三那一天 127塊半 箭頭翻多 各位到今天的高檔 就這麼樣一個多禮拜 已經漲了40塊錢 40塊就等於一張就是4萬塊了 貴喔 短線對不對 因為它漲得非常的 導播放在那裡 因為漲得非常的急 非常的快 所以今天上去的時候 各位重點就講說 為什麼今天 在這個地方有跟會員講說 先跑一下 各位那是9點55分喔 發完之後 後面到了差不多11點多喔 它股價又來到 將近快169塊那個地方喔 等於說167到169分貴喔 要匯率的我們都跑一下了 對 為什麼要這樣跑 我剛剛說過了嘛 因為對不對 從指數的角度看 哇 今天導播放到這邊來 就是第一天跌破了有沒有 這10多天的那個上升趨勢線嗎 那我請問你 以這樣來講的話 尤其很多短線漲多的股票 這種情況之下 要不要先獲利了結一部分 要 好 各位 要對不對 所以各位 微國慶了 很認真的跟會員講這個東西 我在9點55分就發出去 那各位 好爽喔 結果之後對不對 果然 到了11點多 陸陸續續成交之後對不對 尾盤砰一煞煞 稍微到平盤耶 各位 所以今天對不對 幾乎現賺一支漲停板 就算我今天我做當沖 我賣掉尾盤 我補回來可以嗎 那我今天對不對 我就穿過短沖了快一支漲停板 所以各位 股票代盡 代盡一定代出 對不對 什麼地方該怎麼操作 然後怎麼操作 但是我也知道 講完了好各位 但是為什麼另外一方面 要跟那箭頭操作 重點是對不對 因為從波段的角度看 那各位喔 雖然說對不對 因為畢竟短線漲 而且它昨天就已經越過了 前波高點嘛 但是問題是各位 重點是對不對 因為從波段的角度看的話 箭頭並沒有出現 波段的賣出訊號 老婆來 沒有出現賣出訊號 就是先這一塊就好 沒有出現賣出訊號 所以各位喔 站在波段的角度講對不對 我不能夠把它 我不能夠通通賣光光 因為這盤不見得不會上 短線漲多了的震盪 所以我要先對不對 先一部分落袋為安 但是因為波段 並沒有出現賣出訊號 像這個樣子 所以對不對 不能保證說對不對 我賣光了太得了 那如果再上去的話呢 所以各位喔 這樣子的操作對不對 就是有彈性嘛 而且各位 話說啦 不要說冒臉 到今天很多人還在追 各位對不對 剛好別人幫我抬轎子多爽 重點是各位喔 當這一波起帳的上個禮拜三那一天 一二七零五再翻多的時候 我請問你 我在節目上也要公開給你講冒連 我說各位冒連冒連對不對 所以導播我們先看這個地方吧 箭頭放大 冒連呢 有沒有 對喔 整理了五個多月 當 這要起飆的時候 箭頭直接翻多 後面對不對 馬上就大漲這一段 只是股價一漲漲將近四十塊錢 而且各位喔 時間關係我現在不多講 你說魏老師真的喔 哇 你有這麼厲害嗎 冒連前一天 上禮拜三 你箭頭翻出來 你真的當天有講嗎 不好意思 你拿證據給我看喔各位 時間關係對不對 導播放到VCR 當天今天翻多的時候 上禮拜三 節目上我們公開講 今天放到VCR 這檔股票喔 今天喔 各位 今天喔 才開始重新開始翻多 經過了將近六個月的整理喔 今天開始重新翻多喔 各位我不跟你講大漲一段 我跟你講對不對 好 你說要找波段起帳的 這是波段起帳的啊 各位 這是一個連接線的大廠 也是Tesla的概念 上禮拜三對不對 各位 起漲的時候 馬上跟你講這個東西 之後啦 股價這一個多禮拜對不對 咚 一漲漲了40塊錢 但是各位重點 我講過了各位喔 股票對不對 各位 什麼能夠 尤其那種標股 買在起帳的時候 是最過癮 最有成就感的時候 各位Tesla 你不要看現在很風光喔 問題是過去五個月 如果你有這種股票的話 各位你抱在這種地方的話 你真是咬在心裡面 我跟你講 是不是 所以各位什麼地方波段起漲 箭頭直接翻出來大漲一段 一旦出現賣出訊號對不對 對啊 盤整五個月 到重新開始箭頭出現買訊 大漲給你看 對 做股票如果做這樣子的話 真的都很開心耶 但是各位 問題是喔 雖然說很多的股票對不對 現在是還在往上標 但是各位有些股票 其實老早就有賣出訊號 譬如說什麼股票呢 譬如說像逸光 那各位 現在逸光又跌了一塊多 時間關係我今天導播放在各位 當時逸光翻空的時候 我今天在節目上我公開講 現在我放到VCR 當有賣訊出來的時候 我把股票先出一下 各位喔 上一次議論你知道嗎 這邊出現賣訊的時候 股價整理了快兩個月喔 各位你不要小看這張 這張這張兩個月的時間 重新對不對 出現買訊代表說 他整理的條件已經結束了 重新一波的條件成熟了 來這一波嘛 所以各位對 當有賣訊的時候 把股票先獲利了結掉 各位 這是逸光耶 上個月喔 各位在1月10號那一天 就出現賣出訊號了耶 各位這不是昨天也不是今天喔 這在已經快兩個月之前喔 之後各位各位 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逸光不漲就是不漲 這一波好歹大盤 反彈都反彈到那個地方了對不對 可是各位一光算是好股票吧 但是為什麼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漲不動就是漲不動 因為當時對不對 聽說一翻空這個櫃喔 後面這段時間它就不漲了 所以各位我說貴是你的 維國慶的貴 維國慶的千金系統到底利不厲害 股票什麼地方對不對 出現波段的買訊 大漲給你看不用等 我跟各位講 要買出股票 很多人一買進去以後 你報了三個月 我都不會動 你狡的要命 但是各位反過來看呢對不對 什麼地方鏡頭翻多 轉折一翻馬上展給你看 問題是鏡頭一出現賣圈的時候 不動就是不動了 厲不厲害 厲不厲害對不對 一光如此 茂蓮 是啊 對不對 只你的五個月 不動就是不動 問題是 等到問題是鏡頭一翻多的時候 一個多禮拜 馬上大漲40塊錢給你看 所以各位 做股票也好 做期貨也好對不對 要賺大錢 靠的就是好的方法 好的指標 問題是為你自己 有辦法做到這個樣子嗎 請你好好比較比較看 維國慶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很厲害 從未來都翻給你看過了 好啦 各位 重點是當今天盤對 正當之後 還有什麼東西要注意的 下一集會再說 歡迎光臨台北灣 老公啊 好厲害啊 老公 真的好涼啊 天地好涼啊 很涼啊 台北灣系列 江南大宅 280-9898 怎麼可能 好涼啊 很涼啊 你使用沒有明確訊號的操盤軟體嗎 你的操盤軟體能夠讓你累積財富嗎 維持先機操盤系統 電腦精華版 手機版 簡單 明確 好用 多空操作 一手掌握 立即把握168一路發專案 永成國際入匯專線 0225613336 你使用沒有明確訊號的操盤軟體嗎 你的操盤軟體能夠讓你累積財富嗎 維持先機操盤系統 多空操作一手掌握 立即把握168一路發專案 永成國際入匯專線 0225613336 你使用沒有明確訊號的操盤軟體嗎 你的操盤軟體能夠讓你累積財富嗎 維持先機操盤軟體能夠讓你累積財富嗎 我們使用沒有明確訊號的操盤軟體能夠讓你累積財富嗎 你使用沒有明確訊號的操盤軟體能夠讓你累積財富嗎 3.5倍 有了额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也是代用 深田药庄高纯度玻尿酸面膜 各位 你做习惠也好 你做股票也好 说真的啦 要赚股市的钱 要赚起火市的钱 有的是机会 而且绝对对不对 有很大很大的机会 但是重点是重点是 你来这个市场 想来赚这个市场的钱之前的时候 先请问你自己 你到底有没有好的指标 你有没有比特市场对不对 更好的指标 更强的指标 更好的方法 问题是各位 问题是各位 维国庆长久以来 不管是起火也好 不管是股票也好 任何的位置上对不对 我总是在第一时间 我都明白地告诉你 我在怎么操作的 以起火来说对不对 今天一跳空下去的时候 转折一翻空 8534 独一无二的大户指标 一测对不对 哇 今天大户开始一路做空 各位喔 一个箭头一个大户指标 把每天的行情 抓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除了起火之外对不对 股票那更厉害 是不是各位 什么地方坡断起涨 什么地方是坡断起涨 什么地方是坡断起涨 各位 尤其股票对不对 股票如果你买在不对的地方的话 报一个月三个月五个月 你报的对不对 心里面搞得要命 但是重点是什么地方对不对 箭头一翻转折一翻多 大涨一段对不对 什么地方转折一翻多 马上大涨一段 所以各位赚钱要这样做才对不对 而且各位所有的股票对不对 到底目前股票的每一档股票 是处于买进还是卖出的位置 你更需要知道OK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代健保102年1月1日正式上路咯 二代健保改革重点有 新增六项补充保险费 加强关怀弱势提升就医品质 公开保险病床查询 增加医疗资讯透明度 建立财务收支联动机制 保费收入与医疗支出要平衡 二代健保全民更好 你使用没有明确讯号的操盘软体吗 你的操盘软体能够让你累积财富吗 维师先机操盘系统电脑精华版手机版 简单明确好用 多空操作一手掌握 立即把握168一路发专案 永称国际入会专线02-2561-3336 你使用没有明确讯号的操盘软体吗 你的操盘软体能够让你累积财富吗 维师先机操盘系统电脑精华版手机版 简单明确好用 多空操作一手掌握 立即把握168一路发专案 永称国际入会专线02-2561-3336 你使用没有明确讯号的操盘软体吗 你的操盘软体能够让你累积财富吗 维师先机操盘系统电脑精华版手机版 简单明确好用 多空操作一手掌握 立即把握168一路发专案 永称国际入会专线02-2561-3336 预防H7N9流感 请选购合格卫生型肉 生熟时积菌应分开使用 避免交互感染 鸡 鸭 鹅肉及蛋类 要完全煮熟才可使用 家庭弱受病毒感染 宰杀 去毛 败兽的人 都可能会感染 请勿违法屠宰 败兽活形 庄流星疫情指挥中心 关心您 确立方向 选择点位 解读关牌密码 空天雷点识澄清专案 送您开盘十二星法 五大转折秘籍 八面向同步观察 操牌秘诀 加三个月轰动指标 来见速播 022365 3255 奇怪 都要吃了 我都没有要洗 你看看 它洗了洗不掉 鸡就像在放水 爆炸的口味也不适合 我那样的你还用不来 你每天忙来忙去都忘了照顾自己 我当然要按时帮你讲国民年纪